我是Vincent 馬志龍 亦都是香港的人口 叫Figure設計師 在2002年的時候 其實沒有玩具設計師的名稱 在我們入行的時候 就將這種玩具設計師 香港玩具設計師的名稱 帶到全世界 全世界都認識香港 原來有這麼特別的文化作品 今次香港洲 很感謝創意賽會邀請 我帶了一些新舊的產品 最主要是新的比較多 就是猿人極地探險隊的一個新系列 比較可愛 另外帶了一隻 我去西安做講座的時候 然後回來做了一隻 西安兵馬用的猿人 一起帶上來上海這篇展示 今次很特別 在一個商場 雖然我自己都沒有接觸過一個這樣的推廣 但我覺得這樣的推廣有一個好處 真的給我一個好處 就是更大眾 更加不同的人會看到 星期六星期日一家大小來看 很多人對我們的設計 一些公仔也好 或者一個故事概念 他們都很有興趣 從而在展示裏面 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或者不同的一些合作的機會 上海的我例如行街 那我會覺得那些路比較廣 還有有一個給我感覺 就是他們很新鮮 很多東西會讓我覺得很特別 例如吃東西也好 或者給錢也好 那我會覺得很新鮮 還有我會拿到很多靈感 其實我會覺得 香港的創意文化 其實我覺得很容易感染到海外的人 我希望從每一次展覽 或者每一次推廣都好 可以帶動香港的設計 讓更多的香港年輕人看到 或者原來設計是可以走得遠一點的 亦都可以很開心 這樣變成這個是很好的一個發展機會